朦胧胧的大眼睛戴上甜甜的微笑 李先生在網站上認識這名 畫名叫做阿Kio的女網友 雙方在商旅約外拍 沒想到女方預知外援後 人直接消失 叫我先給他管相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反正人家家裡有困難 然後我想說好 沒關係 那就給他吧 然後開始要跟他約 人就是各種消失 然後找不到 報案三連單大大寫上 詐欺兩個字 一來一往的對話 來過程 全部都要理性當事人 供出於事 只見從11月2號 8號到20幾號 女子的回話次數越來越少 男子氣得把事情經過 PO在臉書上 直指大家又小心這名女子 總共已經跟他講了 半個月至一個月的時間 就講說你再不回我 我要去告你了 可是他都不回你 位在新北市板橋的這齣商旅 就是當初雙方約好拍照的地點 但男方指控先給女方前後 對方不但是必不見面 而且對於訊息是不讀不回 一連消失了6天 自身從事網拍工作的理性男子 兩人在交友網認識 想談聖還後 10月時當事人開出1萬元 分兩天下午外拍 沒想到11月再次談合作 女方卻聲稱家裡有困難 再收下一萬元後必不見面 就這樣子 然後你們就講說後面有找到人 然後都有和解啦 雖然雙方已經私下和解 但詐欺屬於肥告訴奶潤罪 警方還是會依法將證明素人小莫 含送法辦 記者石文鞋 梅凱婷 新北市報導